朋友们好 今天又是一次课外的体验课程 我们今天这次课程主要是体验一下 PureQt开发的GUI程序 在MacOS上的显示效果 上一次体验课程 我们体验了一下 PureQt开发的应用程序 在Ubuntu系统下的效果 Ubuntu系统下的显示效果 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它是窗席的颜色是黑色的 就跟Ubuntu本身系统的特色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的一段Python和PureQt写的应用程序 在MacOS下它的显示效果是什么样的 首先我们还是老三样 先启动Eclipse 那么在MacOS下启动Eclipse 你可以从下边这个快速启动栏去启动 也可以从这个控制台去启动 那么这边呢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放在这个快速启动栏上 所以我就直接从这启动了 同样这个程序呢还是 我们用的这个语音合成的这个程序 那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这个UI 它在MacOS下显示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点击这个绿色的小三角 那么就是运行程序 这个runs选项就是说用什么来运行 它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Python run 就是正常的Python的程序运行 另外一个呢 就是unitize 这也是Python的这个单元测试 那么我们呢 这个程序呢 就用这个Python run去运行 好 现在程序已经执行起来了 那么窗体已经弹出 大家看 这个文字啊 还包括这些空间啊 都是跟这个 无关头系统下是一模一样的 所不同的是呢 这个主窗体的这个背景 也就是说这个标题栏这里 它的这个颜色是跟这个Mac系统的 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我们这个Eclipse这个软件 它这个窗体这里 这里的颜色 跟我们用PyQt写的这个程序的 窗体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呢 就是窗口的这个放大缩小 以及关闭按钮 是跟MacOS系统的这个 本身的系统的这个特色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呢 使用PyQt开发这个应用程序 就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同样的一顿代码 它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运行呢 它这个效果是本地显示的 所谓本地显示就是说 系统默认的这个显示效果 就是我们这个PyQt开发这个程序的这个显示效果 它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同样一段代码在不同的系统下去运行 它的效果是完全是跟本地一样的 不会说在MacOS下跑出来这个温期的效果 那看起来可能就感觉怪怪的 可能也不太协调 所以这是我们使用PyQt开发GUI程序的一大优点 还有就是呢 PyQt开发GUI程序的空间相对较多 这个TK英特尔 它虽然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也是快平台的 但是它这个风格呢 相对比较比较传统比较经典的嘛 它可能没有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显示风格 而PyQt呢就有这个特点 它的显示风格呢 我们可以看出在MacOS下它这个显示就比较细腻 而且很漂亮 好 这个呢 也同样是一个这个UI的软件 我们点击之后呢 也不会有任何的动作 好 我们把这个UI的这个程序插掉 我们还是运行一下 我们有槽函数处理动作的这个程序 好 我们还是从这点击运行 然后稍等一下 它会弹出界面 好 在这里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运用操函数的这个正常的 可以处理事件的这个程序 我们还是像上次一样 在这里 输入一行文字做一下测试 好 继续这个 给麦子学员做个小广告 好 然后我们输入这行文字之后 点击播放按钮 好 这边已经已经合成完毕了 剩余使用输入18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麦克网斯下 它这个合成的语音播放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去 找一下这个文件 啊 这个麦克网斯系统跟 麦克网斯系统又有一些区别 虽然麦克网斯是基于这个unix系统的 但是这个 我发现它找文件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这个 就是稍微稍微跟这个Linux有点不一样 啊 这个是应该在这里 对小兔鱼 然后是这个tump文件 我们双击试听一下 麦子学院在线教育领导者 好 这个效果呢 就是这样了 那么 呃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改成男生 然后呢 给他调一下音调声速也快一点 然后我们 再输入别的字 好 我们来试听一下这个 我们还是找到这个文件 在下野良辰不是你惹得起的人 好 我们听了这个 呃 调节音速和音量之后 这个声音就比较怪了哈 好 我们 再玩一个 然后 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在下野良辰不是你惹得起的人 好 那么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声音比较变态 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口味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保存 呃 另存为 放在桌面吧 啊 另存为 算了 这个 还是放一个 跟人名无关的名字吧 叫搞笑点 就放在桌面 然后我们点击 c5 好 这样就存在完毕了 呃 那么我们去桌面上看一下 OK 这边已经有这个 MP3了 我们再播放一下 在下野良辰不是你惹得起的人 好 那么你看这个同样一段程序 它在弯图下和在麦克玩下都可以合成这个语音 并且进行对于云进行保存 呃 不好意思啊 刚才有事 出去了一下 那么后面呢 我会开发一个更强大的版本 就是这里边 不止输入这个500字了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这个 有声小说嘛 比如说 大家梦想着都是说从网上下一本小说 然后 直接通过一个软件把它转换成好听的这个温柔的女生 当然我们不要这么恶意 那很很难听的这个男生 用一个温柔的女生 把这整个本小说都转换成这个语音保存起来 然后躺在床上惬意的听着一本小说 那么后面我会开发一个版本呢 在这里不限制输入500字 可以无限长度的输入 那么这样就可以直接把一本小说丢 丢进来 然后转换成语音 然后随时不放听 不过因为这个软件呢 是基于这个百度云端语音合成的 所以呢 这女生再好听可能也不如 大家梦想中的那个叶千彤那么好听 所以这个哈 这个 不要对这个软件期望过高 但是他也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那么这个软件呢 起出来之后呢 我考虑一下 有可能会作为一个例子讲给大家 也有可能就是作为一个 这个课程的这个负载品送给大家 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后面我们再跟麦子学院具体沟通 好 那么今天这个麦克斯下的这个 PiQE的体验课程呢 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看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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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